哈嘍大家好我是拉斯 希望你的頻道先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天天節手遊在微信官方有公告新一期神兵的技能 那這次主要更新的有四位角色 劍邪、韓千秀、葛雲一、和韓無殺 好那這邊先吐槽一下 看到蠻不高興的 為什麼韓千秀是拿千花流光啊 這個 你這是把老玩家放在哪裡了 這是欠丁啊 你說要改的話 你那個鷹無邪拿 鷹無邪的那個劍長得像比你的劍就算了 兩把不同的東西你把它放在一起 不是啊 你把夜明龍在神魔之尊傳裡面最強的武器 千花流光然後拿給韓千秀命名 叫千花流光 我也不是說 當然這個是小細節啦 但是 你讓老玩家看到的話 大家老玩家都是個問號好不好 然後韓千秀的最強武器 在神魔之尊傳裡面應該是 回光銀環 回光銀環 用光斬輪去合的 那 你把夜明龍的千花流光放在韓千秀這邊 我實在是不能理解 這個 這個是一定要表一下 上次的文案 紫楓 紫楓跟劍盛的那個辯護關係 已經出錯一次了 然後 這是 這是出錯嗎 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 應該他們刻意用成這樣的吧 我是蠻傻眼的啦 我相信很多老玩家 看到應該 應該都傻眼吧 短劍變 變菲倫喔 好啦 講完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劍邪的 劍邪幽黃羅劍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好啦 獅子 1.2 到 0.4 被範圍傷害 並且施加一個 隨機有害狀態 不可驅散 然後 喔 不可驅散是指摩煞 受到傷害後會消失 喔 欸 受到傷害後會消失喔 那也就是說 放完之後 劍邪得到摩煞的狀態之後 那劍邪就不能動了嗎 那 那 這個時候敵人打 劍邪的話 那就消失了喔 不可驅散是指摩煞嗎 還是指這個有害狀態 應該是指摩煞吧 喔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指摩煞的話 那 就要小心不能讓劍邪被打到 感覺不是很好用欸 但是他就是 會有一個 範圍傷害啦 就是下一個回合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 其實是附加一個有害狀態 然後 跟一些一點點傷害 不過這應該是要被打到的人 才會施加有害狀態吧 看起來是這樣 如果 他這樣寫我看不太懂 這個括號是指摩煞 還是指這個有害狀態 感覺是指摩煞 但如果是指摩煞 我覺得 很不好用欸 感覺蠻不好用的 就普普啊 呃 然後 用了神面技能的劍邪 可以 能夠被提供最多兩次的範圍傷害 和隨機有害狀態 後續 然後 魔煞狀態需要被攻擊後才 喔 OK 這邊有補充 這一句話是指 魔煞齁 需要被攻擊後才解除 可以在流火中 使對方 跟人家難以跳過劍邪去攻擊後 喔 喔 講是這樣講啦 看起來就很難用啊 嗯 因為你基本上 你劍邪放完招式之後 只要敵人先打劍邪就好啦 不過啦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先打 其他人的話 你如果不先打劍邪 劍邪的身上有魔煞的話 的確是有點小 小干擾 我覺得還是看使用方式啊 不過 當看下來我覺得還好 好 如果有更強的操作方式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 再來韓謙秀啊 千萬流光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會不會 拯救韓謙秀一下 金虹造影 每造成一次爆擊 獲得金虹狀態 持續兩回合 那造成傷害後 對目標施加流血狀態 持續一回合 OK 那流血是故傷 施加者物攻30% 那金虹是 喔 物攻提高1%到5% 最高3層 欸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那策劃說這邊補充說明的話 神兵技能可以使他每次爆擊傷可以疊加 那最高是疊加3層 喔 也說最高是5%就對了 然後3層就15% 喔那蠻多了 那蠻多了 那蠻多了 那這樣子 韓謙秀是一定要帶吃戀鬼 會比較好 打出爆擊 然後造成傷害後 又可以使目標流血 那還不錯 我覺得還可以 韓謙秀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葛雲1的 軍天農運 現在大家還有在弄葛雲1嗎 哈哈 然後技能 神鏡相襲 擁有助彎狀態的友方 在氣血高於70到30時 免疫治療降機跟禁療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可是要有助彎的時候咧 可是 他有禁療 在打一些劇情關卡還蠻不錯的 我記得 你像有一些 欸 哪些敵人會一定會上禁療啊 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這還不錯 喔 和治療轉傷害這個狀 喔喔喔 這個就不錯 不過看起來是打特殊關卡用的比較多 像那個 那個 啊那個妖怪叫什麼名字 呃 呃 呃 我突然換下名字了 反正就是一個妖將吧 一個妖將 然後他不是 他的天賦是 你只要在他旁邊回血的話 你就會 變成傷害嗎 這個在打一些推毒會蠻好用的 就是 有必要 有必要 為了這一個 然後去升 葛雲1的這個武器嗎 因為現在材料 像我自己都 都還沒有練滿 不過就是看關卡 然後策劃說 我看一下喔 可以讓隊友遠離自己死 可以獲得充足的治療 OK 然後 神兵進一步強化這種體驗 游泳助安的隊友在血量健康的情況之下 限制治療和 限制治療的狀態免疫 衝有驅散能力 不強的小公主在流火又有競爭力 嗯 是看起來是不錯啦 但是 如果很多角色你都想要升的話 你的材料夠的話 當然是可以啦 是有一些奇效的 還是可以用的 但我覺得 因為我PVP沒有在打 我覺得 就算你加了 在PVP 我覺得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不吃香啦 應該也是不吃香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子 好 寒霧沙 寒霧沙我就很期待齁 禮恨名成豬 裂骨 迷心 主動攻擊後 對非女性 目標施加裂骨狀態 持續兩回合 喔 他限定非女性 這男生嘛 主動攻擊對男生目標 對 十萬十對 一圈內的友方角色造成 12到20%最大氣血的固傷 喔 還要死掉喔 恩 要死掉 那就是 恩 好像 我看一下齁 策劃說 補充說明是什麼 神兵技能 再強化這種潛力齁 配合 大招 烏毒 烏骨蔓延絕血 可以讓重骨 倒下的敵方 成為對手奧門開關 喔 那假設 你放完之後 你沒有把兩回合之內 打死他的話 那就沒用了 哼哼 那也就是說 可是我看一下喔 主動攻擊 OK 他應該是可以一直 只要每一次攻擊 他都會 加上去吧 應該是這樣吧 那應該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 就是一個 這有點像那個 石怪死掉的時候 爆炸然後 就是 造成傷害的概念 是還蠻 是還OK啦 有些關卡也是蠻OK 而且是最大氣血的 固體傷害 造成20%最大氣血的固傷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就有點像石怪爆炸 跟劍魂爆炸的概念 還行 不過裡面最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改最多的是韓千秀耶 韓千秀這個疊加三層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可是 如果我啦 如果是以這四隻的話 我會先是韓千秀 然後 再 再 再生韓武殺 劍邪 跟耿雲 耿雲一吧 劍邪跟韓武殺 我覺得是 兩個差不多 我 我自己會是這樣子 我覺得韓千秀 我會考慮耶 這我就覺得不錯 而且還有流血 我覺得蠻不錯的 好啦 這一期的神兵技能的介紹 就到這邊 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掰掰 按鈴鐺 按鈴鐺 感谢观看